Hello 大家好 我是瑪莉亞方濟國 全教修會 何嘉義修女 逆期間HOME OFFICE做什麼呢 我的工作 大部份時間都是在 家裏工作 因為在修會幫忙的時候 多數都是 在文件上 在電腦媒體上 工作比較多 有沒有HOME OFFICE 對我的工作上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不過 抗疫期間 實在在家裏時間多了 真的有些事情做多了 例如 執屋 因為平時出去上班 很少時間 去執拾一下自己 一些文件 社會的文件 社會的文件 甚至電腦裡面的 一些文件 原來 我沒有時間去執拾 第二件事做多了是什麼 我很多時候 在小團體裡 都會負責做家務 煮飯 煮飯呢 就要去買菜 哇 你說沙鐵街市很危險 危險 都要去的 因為我們都要 自己煮飯吃 那我煮飯呢 去買菜的時候 我是踩單車的 會快一點 方便一點 又拿得多一點 不用去那麼多次 其中一件 我做得多了的 就是 我去洗我的單車 登登 這輛就是我的單車 咦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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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這輛單車 陪了我 去很多地方 因為之前 我們沒有地方放 所以我們就放在外面 所以日曬雨林 它很髒 因為多時間 我可以洗一下它 讓它安全一點 我們去買菜 就可以買得多一點 那我做多了的就是 祈禱了 相信 比起我平時 是多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去做一些 深入一點的祈禱 借這個機會去反省一下 自己 一路以來的牧民工作 自己 作為收到雲的身份 和天主那份關係又是怎樣 所以 這個就是在我疫情裏面 HOME OFFICE 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都繼續為這個疫情祈禱 為所有受苦的 各種很多不同的人 都為這個疫情付出 都讓我們一起為他們祈禱 拜拜